哈喽大家好 我是脱口秀前太后斯文 谁能想到 我竟然又回来讲脱口秀了 我真的两年没有讲了 你知道这两年 每个人见我都要问 斯文你怎么不讲脱口秀 你为什么不讲脱口秀 你不讲脱口秀 你还能干嘛 我就很生气 我就想 人就不能失业吗 今天呢 跟大家聊聊这个 姐弟恋 不是我啦 是我的一些朋友啦 真的姐弟恋啊 在我这个年纪 确实很流行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追赶潮流 我当时就去见了 那个弟弟 结果他一见 我突然就说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我说你不觉得 咱俩年龄差得太大了 他说不会啊 我都已经毕业三年了 在这一年纪里的 我这样子疯狂的 我又带他 我都没想够了 我就回来